大家好,我叫钱莎娜,今年八岁了 我身后这座美丽的中世纪古城 它的名字是普罗万 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也是在这里度过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今天我就为大家讲一个 发生在中世纪的童话故事 它的名字是睡美人 现在就请大家跟我走进古城 一起去寻找睡美人吧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个遥远的国度 有一位国王和王后 他们是那个非常漂亮的小公主 取名叫欧娜 在小公主接受洗礼的这一天 他们邀请了全国很多的客人 还有几位仙女 一起来为小公主祝福 可是有位黑仙女 没有被国王邀请 他就非常地生气 悄悄地跟着人们来到了教堂 黑仙女对着小公主诅咒 在你十六岁这一天 你就会被防锤 刺破手指 中毒死去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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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王和王后非常地害怕 这个时候有个小仙女 马上跟他们说 不不不 她不是会真的死去 她只是会沉睡一百年 国王就让仙女们一起来保护小公主长大 哇 很快就长大了 在她十六岁生日这一天 她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 突然她发现眼前有一座塔龙 她很好奇走了进去 哇 爬上了塔龙 她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仿杀 她从来没见过仿车 就问老太太 我可以试一下吧 可是当她的手一喷着仿锤 就立刻被她刺了一下 我尖叫了一声 昏倒在天 啊 原来那个仿杀的老太太 就是当年的黑仙女 整个王国的人们 一起陪着公主 昏睡了过去 一百年过去了 原位王子骑着马来到了仙女花园 她发现了沉睡的公主 立刻被她的美抱吸引了 王子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公主马上醒了过来 王子 你终于来了 从此以后 王子和公主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白头到老